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在这个知识的殿堂里面 大家用知识来决胜负 而且你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真的可以验证一句话 江山带有才能出 各领风骚五百年 那你觉得这个人已经够厉害了 但是三五十就会出现另外一个人 感觉上这个人更厉害 然后会把前面那个人给干掉 感觉好像看布袋戏 我以前看布袋戏就是 有一个人很厉害很厉害 干过不多久 就会有另外一个人出来 但是总有一个人会出来 一统江湖 这个人会在今天 往后这几节里面出现吗 能够一直过二十关 拿到二十五万吗 那就要看看 我们现在的衛冕者 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来 衛冕者已经过了两关 累积奖金六千块 賴庆宇 欢迎她 担任国际志工 让我有不一样的视野 我是賴庆宇 今年十八岁 梦想是要走遍全世界 那至于接下来挑战的是第三关 第三关如果过的话 奖金一万块钱 同时如果过了第三关的话 可以参加我们的关注关 看你们能不能拿到很好的奖品 OK 好 那接下来要面临到挑战者 有哪一些人呢 请 选谁 我选比赛机器人 对 为什么选机器人 因为这听起来 有一点点死 我们做题目要活 所以来看一下 你觉得他有一点死 我 对 可是机器人最好的是 当然他缺点可能是有一点死 最好的是 所有的资讯进去以后 他就会把答案出来了 不过也是人做的嘛 所以就 OK 所以赢不了人嘛 对 OK 好 会叫比赛机器人 那显然就是已经把所有的比赛 都变成一个制式的一个规范了 题目来 答案我就给你 有这么厉害吗 比赛机器人 请 奖金挑战在规则如下 在一对一PKG 每关共七题 填过二十关 即可读得奖金二十五万元 若中途挑战失败 则上一场累积奖金折半 抓住学习的诀窍 懂得运用技巧 就等于在人生中 找到一帆风顺的捷径 我是比赛机器人福敦国 来 我们欢迎福敦国 你知不知道他是谁 我知道他是比赛机器人 他是一个比赛机器人 但是他少惯了几个字 他是比赛常胜机器人 福敦国 来 还是让你的对手 知道一下你是谁 那个 过去比过超级金头脑 我是周冠军 然后年度是亚军 然后我只怕两种人 美女跟孔一失误 好 OK 福敦国能够挑战成功吗 赖俊宇 这是他的第三关 这一关如果过的话 那接下来就碰到我们的关主关 我们的关主又是谁呢 赖俊宇 加油了 这一关过关 一万块奖学金 好 谢谢 来 第三站 请 生活类 请问 一台金 相当于几克 请作答 好 两位都在九秒的时候 做出选择 登国答案是六百克 OK 庆宇六百克 这个没有问题 对不对 对 那请问一下 一四斤多少 五百克 一四斤五百克 一台金六百克 来 这一题正确答案是 B 六百克 来 恭喜两位 很厉害 那请问一下 我们叫一台金六百克 台金 台金 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司马金 因为这个金是来自于当初在 就是古代的官职 司马 司马长军权 然后军权里面包括 粮草 粮末这些 要称 要什么 所以后来 金又叫司马金 就是今天的台金 OK 登国 有面诸问题 加油 来 下一题 请 文学类 请问 名著 聂影娘 主角影娘的真实身份 是下列何者 请作答 好 卫冕者在八秒的时候 选择的答案是 A 花葵 为什么会选花葵 其实我没有看过这一部 不过女生的职业 我选花葵 OK 那请问一下 花葵是 我是卖艺的吗 好 对 卖艺服卖身 OK OK 对 差不多是这样 好 好 挑战者 敦国在六秒选择的答案是 第一 刺客 他不就是刺客吗 最近电影娘不是很红吗 对啊 真的喔 他不就是刺客吗 他不就是刺客吗 来 电影娘是刺客吗 正确答案是 B 刺客 来 恭喜挑战者 300对180 就要加油了 好 OK 没关系 少输一点点而已 来 下一题 请 世界类 请问 世界上每个国际机场 都有独特的机场代码 P-E-K 代表哪个机场 请作答 这位机器人 这位机器人 刚才是发生什么事 卡住了 你为什么想这么久卡这么久 我以为你那个扭坏掉了 是什么样 你在一秒之后选择的答案是 上海浦东 对 为什么选上海浦东 因为我就觉得很熟 去上海就两个嘛 浦东跟红墙嘛 后来我就会想去P-E-K 好时候好时候 后来想到对了 上个月才去过 OK 可是 卫冕者 却雨你在九秒的时候选择的答案是 北京首都机场 对 他被他讲了我 那我错啦 因为P-E-K念起来跟北京最像 所以我 P开头不就应该想北京吗 对啊 我第一个就想北京 然后就找到就 那你要告诉他 他错啊 你错了 我对了 好 来 正题 正确的答案是 B 北京首都机场 来 恭喜观众姐 到国外读书也是这个样子 也要跟 不管是跟老师的同学 对的就是对的 还是要跟他们讲啊 好 对啊 好 好 卫冕者马上把分数拿回来 三百六对三百 卫冕者暂时领先六十分 东口加油哦 来 下一题 请 请问 下列选项 何者为象形字 请作答 好 挑战者 东国在三秒的时候选择的答案是 D 全 卫冕者 卿宇在九秒 你选择也是D啊 嗯 为什么 因为全 我第一个想要 装在 旺里面之类的 然后那个形状还蛮旺的 好 来 这一题 正确的答案是 D 全 谢谢大家 全 你这样看觉得看不出来 但是 各位回去的话 麻烦你自己看一下 全的最古的古字 上面那个 写得白的那个样子 在古字里面就跟一个 哦 就跟刚才庆语讲的一样 它就跟一个哦一样 而且哦的口是开向下 然后接下来就是水往下流 嗯 就这样 山上的一个石穴跟洞一样 然后水往下流 就是泉水 这个字 所以这里面只有泉是象形 OK 好 三百六 对 五百四 敦果 还要继续拉 这样子分数会被拉开的 要加油 好 好不好 来 去你加油 好 稳住你的分数优势 好 下一题 请 世界类 请问 以智商 作为唯一入会标准的团体 它的名称是什么 请作答 邓果 只要看到智商作为标准的 就是爱因斯坦 对啊 没有别的好想吗 没有别的好想 清云也是这样想 我也是这个原领 OK 对 有人有不同意见的吗 C 门煞 哪一个 门煞 门煞 OK 你有看过这个报导 之前蛮多节目有介绍过 这个俱乐部的 OK 所以是门煞俱乐部 OK 来 这题 正确的答案是 C 门煞俱乐部 OK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 两位非常聪明的人 他们创办出来一个俱乐部 而且这两位呢 非常聪明的人 他们的身份里头 他们有好几重身份 他们的身份里头 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好 刚才那句话 没有任何意义 好不好 OK 真的吗 OK 真的 好 好 三百六点五百四 还是一样 动了一百八十分的差距 还剩下最后两题 OK 加油了 好 来 第六题 请 美食类 请问 泰式料理 常见的打抛猪肉 当中打抛是什么意思 请作答 好吃的打抛究竟是什么呢 大家好 我是可欣 今天的题目啊 你们都答对了吗 所有节目上出现的题目 都可以在我们知识王的APP上面 玩到喔 赶快到我们今晚谁当家的粉丝团 去进行报名吧 二十五万的奖金让名带回家 来 第六题 请 美食类 请问 泰式料理 常见的打抛猪肉 当中打抛是什么意思 请作答 好 挑战者 东国在七秒的时候选择的答案是D 泰语 辣味肉燥 打抛猪 就是好像跟我们的肉燥 那样的有点像 炒出来的样子 所以打抛就应该是 辣味肉燥 是吗 糟糕 那个叫打抛猪肉 如果是辣味肉燥 那打抛呢 现在开始又觉得像 是A了 这样吗 怎么办 去你的答案也是D 我一直在找蒜泥之类的 然后辣味肉燥 形状跟蒜泥最像 所以我就选猪了 你在找蒜泥 对 你有没有吃过打抛猪 有 我觉得 不知道 就是第一个跑出来 就蒜泥 所以你也开始觉得 是A了吗 对不对 对 我也觉得 对 这样吗 两位有共识了 对 有共识了 其实我也觉得蛮像A的 对 OK 来 这题正确的答案是 A 一种香草 好 好 历史类 请问 被尊为安息先生 协助康熙 平定三番之乱的是哪位大臣 请作答 东国在七秒的时候选择的答案是C 为什么会选那个月仲琪 这边呢 我必须要很勇敢地跟大家讲 其实这四位我都不认识 对 很少会出现这种事 对 因为这四个我真的一个都不认识 OK 对 来 我 旭云你在七秒选择的答案也是C 对 因为 这四位你也不认识 我也全部不认识 对 一出我就想要死定了 我历史超烂的 OK 好 来这题正确的答案是 恭喜卫冕者卫冕成功 谢谢 OK 李光帝的出生也很妙 当初各位 李光帝他是一届一届出生 应考的过程 包括康熙有一个算是康熙的 他的老师了吧 给了李光帝一个推荐函 说只要拿了那个推荐函 你想想看皇上的老师 给了一个推荐函 你在以前康熙那个时代 你不是拿到哪个地方 都是大官可以做 他打死就是不要 他就是觉得他就去考就好了 他就去照着考试 然后在京城里面落魄到不行 然后落魄到不行 他也不用那张 然后到最后康熙知道 觉得这个人真是个怪咖 结果后来 拔佐李光帝以后 李光帝一路在康熙 我刚刚讲不管三番或平戈尔丹 一路上来讲 他都站得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尤其 康熙旁边有两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叫做明珠 一个叫做 一个是所相 一个是名相 就是明珠 明珠后来被弹劾 明珠后来被弹劾 就是李光帝 在明珠 明珠那时候还算如日中天 因为他们两个那时候 各位知道 一个在辅佐太子 一个辅佐大阿哥 希望能够接王位 或什么这些过程当中 那个时候 其实他们都知道 他们大家在搞这些 李光帝那个时候 他直接弹劾明珠的时候 就是直接说他包括结党 隐私 很多这一类的事情 在人家六十大寿的时候 弹劾 OK 在人家六十大寿 连皇上都送 送自来 然后说什么要赞扬他 攻在国家 什么类似这种 然后李光帝 送皇上送的那个匾额来 送完以后就直接说 基于他是国家的 这个大臣的身份 他在他的这个地方告诉他 我送你的贺礼士 我正式弹劾你 这就李光帝 OK 所以他是康熙身边 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如果你不知道他 我很压抑 真的 OK 对不起 OK 好 最后的分数五百四十分 对三百六十分 我们要恭喜我们的卫冕者 基于卫冕成功 好 好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要看 基于除了拿到一万块奖金以外 那还有再来就要碰到 我们的关主关 今天把关的关主是谁 奖品又是什么呢 请 过关展将加码赛规则说明 卫冕者挑战第三 第八 第十五关成功 即可参加额外 BONUS挑战赛 贵冕者与关主进行五题PK 若联顾五关 即可赢得精美奖品 教学资历超过三十年 人称史学东方不败 世界历史无国界 我是曹若梅 带你穿越古今 见网之来 来 我们掌声欢迎 曹若梅老师 好 谢谢 曹老师观众朋友 对曹老师已经非常熟悉 你在很多荧光幕前面呢 看到在一些 讲到历史的一些节目里面的时候 大家听到曹老师讲 就不知不知道怎么地 就会不由自主地 就会被吸引着往下听听听 这样的感觉 我练过很多的宝典 比如说葵花宝典 西星大法 乾坤大挪移 等一会儿还有益阳指 OK 所以因为这样子 你讲得显然很和学生的 好味 对不对 是 好 那今天曹老师来把关 你就知道 把的是历史观 而这一关 如果幸运有幸能过 OK 我当然要把所有的如果可能性 要讲出来 谢谢 如果能过的话 奖品是什么呢 请 好 非常好的一个iPad 俊宇就看你了 对 好 拿个iPad到国外去也好用 好 OK 超老师 一切麻烦了 谢谢 OK 好 历史观 来 请准备 3 2 1 请问 下列哪个朝代 在全盛时期的国土疆域最大 请作答 好 我们的关注 曹老师在9秒的时候选择的答案是C 曹老师好不用考虑 就是C了 因为元朝分为本店以及四大汉国 所以我们涵盖了欧亚两周 OK 那庆宇在9秒的时候选择的答案也是C 对 OK 这一题是知道 读过还记得吗 国中历史印象中有 印象中有 对 OK OK 好 来 这题 正确答案是 C 元朝 来 恭喜他 曹老师请问一下 如果就算不含四大汉国的话 那元朝是不是还是最大 那就不能算最大 如果比起汉唐的话 元朝去掉那四大分店 那么他就不算最大 而且他的时间也不够长 他只有90年 他的时间真的是短了一些 是 OK 好 还剩下四题 我们关主关是五题决胜负 最后一题一样是double分数 OK 好 两位准备了 来 第二题 请 请问 霸国大革命的起因 是下列何者 请作答 好 曹老师来 好不考虑 九秒选择的答案是A 是 因为当时三个阶层 有两个阶层 贵族跟教室阶层 他们是不纳税的 所以全部在平民的身上 因此一个平民 他有四分之三的收入 全交了税 OK 所以我不烦你 谁烦你 一定要合同 OK 好 静雲在八秒之后选择的答案是D 共产主义心情 绝对错 对啊 绝对错 这就是他干什么 没有 看到D 然后他有七十 就下刀就按了 对 所以可见一样子 一样子 对 真的 OK 厉害 好 来 这一题正确的答案是 A 财税问题 好 来 恭喜 恭喜 曹老师 对 OK 好 段黄也真是厉害 一样子 三百六对一百八 我们的关主战时领先 加油了 下一题 请 请问 下列何者 不是中国古代民间 请作答 来 卫冕者 选择的答案是八 八秒选择的答案是D 因为都没有听过 想说猪有个泰 给它泰国好了 所以可能是泰国的剑 对 OK 好 我们的关主 曹老师在七秒之后 选择的答案是B 这题非常陌生 因为我只听过默示 倒是没有听过以上这几个 好像不在我的葵花宝典中 OK 我觉得曹老师厉害 但是他可以告诉你说 因为平常讲 这一题真的是非常偏色 它是非常偏色的题目 因为中国民间 大家听过很多 刚刚曹老师讲的 干将莫写 大家都听过的一定是这些 或是我那时候 在节目里面讲过 倚天剑在 在三国演义里面出现过 有人叫青钢剑 有人叫青红剑 也出现过 因为这两把是曹操的配件 但是 其他这几个名字很陌生 好 来 这题 正确的答案是 来 恭喜 来 恭喜 ACD都是中国古代民间 迪卢 不是民间 迪卢是一批民居 来 果然没有杀气 没有杀气 谁知道 谁的名居 谁的坐骑 谁的 刘备 刘备 刘备的坐骑 标准答案 那你怎么知道 他是刘备的坐骑呢 历史有那个四大名居 里面有他 OK 然后这一批就是后来 后来凤厨旁统 就是做了这一批马 然后被射死 OK 好 我们的关注 连对三题 500对180 迅云你要加油了 还剩下两题了 好 OK OK 来下一题 请 请问 传说下列哪个历史人物 没有重铜 请作答 这么困难的问题 你答得出来吗 将赛者答案选派乡 观众动尾调现场呛下 用日式料理生鱼片时 搭配下列何者 较具有杀菌效果 请作答 怎么会选B的答案选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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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关主在六秒的时候选择的答案是D 昌杰 为什么会选昌杰 昌杰只是一个史官 他并不是领袖 以上的都是一些领袖 而且是我们中国的一些个典范 这个逻辑是对 因为比较起来三个都是领袖人物 只有他只是个史官造字而已 所以你的推论也是这样吗 你在七秒前你的答案也是D 对 OK 这是排出法 对 好 来这题 正确答案是 A 皇帝 我不是说这题怪 但是只有皇帝不是 照史书上面所有记载上面来看 他说有八个人 有重彤 OK 包括连项羽也在其中 但是昌杰也有 但是皇帝没有 为什么不知道 但是照书里面记载是这个样子 加油 最后一题 来 请出题 请问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结束 与下列何者有关 请作答 挑战者 慶瑜在九秒选择的答案是A 然后关主 曹老师在七秒选择的答案是D 慶瑜为什么会选A 因为那个时候 甘地就是在抵制那个英国 英国嘛 所以我觉得是民族主义 那个时候 OK 两位 两位差了320分 你在九秒的时候 选择答案A 九秒是360分 如果答案是A 因为曹老师是七秒选择答案是D 如果答案A 未免者慶瑜逆转胜 曹老师在七秒选择答案是D 为什么会选D 因为这个东印度公司的范围 其实不只是印度 它的范围是很大的 因为英国被称为是日不落帝国 所以它的殖民地遍布全球 所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因为民族自觉口号的兴起 所以像它的这些殖民地分分独立 而不只局限在印度一地 OK 所以应该讲的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是 OK 那挑战者慶瑜讲的是 因为像包括干净什么印度民族主义的兴起 那么只局限在印度 我觉得这个太狭隘了 OK OK 所以这一题如果要是单以印度史观来看的话 答案就是A 如果要是以全球角度来看的话 答案应该是D 是 对不对 对 因为这个是全球的一个事件 因为包括中国大陆那个时候 其实中国受的很多包括鸦片的毒害 或什么也是东印度公司 对 因为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也引起中国的五四运动 所以也是一个反殖民 所以它是一个全球的概念 OK 好 所以这一题就看 最后制作单位在选择答案的时候 是以印度史观看 还是以全球史观看 印度史观看答案是A 挑战者逆转胜 如果全球史观看答案是D 我们的关主曹老师把关成功 来 最后提 正确答案是 恭喜我们都会讲 恭喜我们都会讲 恭喜我们 我跟你讲 曹老师讲的是对 曹老师把所有的 包括过程这些 全部都讲对了 但是当初制作单位 如果在选择答案的时候 是以印度史观看 就是说他就是在印度这一块 但如果讲全球的话 确实像曹老师刚刚讲的 因为包括后来 即世界大战 造成这么多的一些的风潮 对 可是如果单以一个 因为东印度公司 后来印度发生这些民族主义以后 印度东印度公司 干脆就把所有的主权回交英国 所以有人说 他等于是英国公务员的滥伤 从那时候开始 他们就变成是 国家的公务员的感觉 那他的那所有的业务 等于算是结束 那我们因为这题是在印度方面 看这个问题 所以这一题呢 还是要恭喜我们的问冕者 OK 答案成功 要得到答案的问题 超是非战之罪 这不算是答案错 这是选择上的问题 这是选择上的问题 OK 好 志宇 开心喔 OK 好开心 好 那过了这一关一万呢 接下来呢 当然接下来就要看 俊宇在正常的关卡 已经过了三关 一万块奖金 那接下来呢 第四关 能够拿到一万八的奖金吗 第四关是谁呢 选谁 选家教解题王 为什么选家教解题王 因为考蛮多时事题 家教局限于那种学术 他都在教孩子 所以都没有看时事 对 我觉得 OK 没错 家教解题王是谁呢 请 团到潮口自安局 我是拥有200亿身价的 家教解题王 叶玉婷 来 我们欢迎叶玉婷 谢谢 请问一下 家教解题王 为什么叫解题王 因为我涉猎的范围很广 我从国小国中高中都有教过 你从国小国中高中都有教 对 为什么要 因为一般人大概就会 譬如说我就教高中 或是我教某一科 大概会是这样 因为小学要教 要教很多科 我是教小学的数学 你教数学 对 所以你是数理方面 对 那解题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 在电视上万一 譬如现在 假设说不管是 现在是会考是吗 像考完 然后解题或什么 你也会提供一些解题 什么什么的那些答案 我之前是在补习班 当解题老师这样 真的 解题老师对我们来说 大概都是那种 题目一出来答案就出来的那种 就是一看知道要怎么做 真的 清宇你有没有觉得 你老是给自己找麻烦 有点 加油 我也有点 你是叫他加油 还是你自己要加油 不知道 被他说得很厉害 有点紧张 OK 对 衛冕者 清宇的第四战 能过关吗 来 请 3 2 1 民人类 请问 台湾女子合唱团体 SHE当中 Selina的本名是什么 请作答 好 好 两位 都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做答 衛冕者 在10秒之后 选择的答案是A 任佳萱 对 挑战者 越境在9秒选择答案是A 那请问一下任荣萱是 她妹妹 她妹妹 OK 好 来 这一题正确答案是 A 任佳萱 好 恭喜两位 好 好 那Selina S 任佳萱 嗯 那Ella H是田附甄嘛 然后Ella叫做 陈佳化 对 陈佳化 OK 200对180 魏冕者暂时领先 刚开始 下一题 请 好 来 挑战者 越境在7秒选择答案是D 怎么念 你看看你就是UCCU啊 OK 庆云也是这样想 对 就是这样 UCCU 在8秒的时候选择答案也是猪 对 OK 来 这题正确答案是 恭喜两位 分数都没有拉开 OK 前面过了两题 好不好 显然大家知道 该把握的分数一定要把握 然后在决胜点的时候 该拿到的就一定要抢 好 来 下一题 请 我文类 请问 所谓五脏六腑的五脏 并不包括下列何者 请作答 好 来 卫冥者 卫冥者 卫冥在8秒的时候 你选择答案是 心啊 应该是选猪 因为有心脏肝脏脾脏 可是没有胃脏 对 我应该是猪 所以你觉得应该是猪 对 挑战者 玉琳在8秒选择答案是C 皮 其实他讲得好像蛮有道理的 真的吗 好 来 这题正确答案是 第一位 你的推论完全正确 但是当初选错了 OK 超可惜 那五脏 哪五脏 心肝脾肺肾 而且这后面都有脏 对 OK 那请问一下 我们说五脏六腹 六腹 几乎大部分是消化器官移类下来 大肠啊 小肠啊 胃啦 膀胱啊 就是消化器官移类下来 包括 胸腔组成的上胶 中胶 下胶 OK 那大致的分法 有实心的 有实体的 实心的 就是脏 OK 然后呢 如果中间是空的 所以我说消化器官移类的 是属于负 大致 大致分法是这样 OK 三百六对三百二 分数还是一样 两位加油了 来 下一题 请 来 下一题 请 法律类 请问 根据劳基法规定 同工是值几岁 请作答 好 卫冕者 在9秒的时候选择答案是 猪 18岁以下 是A 左右不分了 OK 来 挑战者 玉婷在8秒选择答案是 B 我记得是16岁不到 但是我不太确定是A还是B OK 不确定是A还是B 来 这题 正确答案是 B 15岁以上 未满16岁 来 恭喜抬战者 对 一年啦 那一年左右的时间 15岁以上未满16 OK 同工 所以各位你知道 在演艺圈 所以包括以前演戏的时候 包括拍片有很多小孩 童星 所以现在童星 如果要是童星 而且童星的 包括童工的规定 年龄的规定 工作时间的规定 假日绝对不能工作 每天晚上 每天工作不得超过八小时 很多这一类的规定 所以都要照着做 所以现在在摄影棚里面 如果你看到有童星在拍戏的话 大概包括门口都会贴上 会告诉你说 提醒所有这些 应该注意的事情 OK 好 480对360 挑战者 搬回来分数了 变成挑战者暂时领先 480对360 下一题 请 台湾类 请问 大同是国内第一家 以企业娃娃促销产品的公司 吉祥物的造型 为什么是橄榄球员 请作答 问连者八秒 选择的答案是A 创办人个人喜好 你有没有看过大同宝宝 有 这样子 很可爱 大同宝宝 然后这边拿了一个橄榄球 然后头上有戴头盔那些 对 你觉得那是创办人个人的喜好 我觉得 应该是 来 挑战者 玉婷你选择的是B 赞助球队造型 我觉得可能当初有 他们还在起步的时候 可能有球队帮助他们 所以就用那个形象 是球队帮助他们 因为一般不是应该是 企业会赞助球队 可能他们刚起步的时候 还蛮逊的吧 所以反而是球队比较有名 赞助他们 我是这样想的 来 这题正确答案是 OK 两位都没有拿到分数 抱歉 整个事情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 各位 台湾在民国五六年代的时候 台湾的橄榄球还算蛮有名的 包括现在 你看台湾有 包括建宗 台南长荣中学 包括有黑山军或什么这些 那是一路都有非常多年的传统的 这是有非常多年传统的 所以台湾在五六年代的橄榄球 其实算是蛮有名的 第二个 橄榄球要怎么前进 橄榄球一定要大家一起配合着 当然橄榄球传球说 你不能往前传 往后传 然后交给后面一路 慢慢整体推进 橄榄球讲究的是整体推进 所以他要的是大家分工 然后你前面一定会碰到很多 拦你的台湾或是什么这些 你就一定要突破所有的难关 往前进 最后达阵 所以他们确实是用这个象征 不会接难 OK 四百八对三百六 挑战者目前还是暂时领先 卫免者千月景 一百二十分 要想着好好拿回来了 好 好 来 下一题 请 来 挑战者 玉婷在八秒的时候 你选择的答案是A 宋朝 因为我看很多古装剧 它的历史背景都是北宋南宋 那个附近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 从那个时候开始 因为古装剧有很多都是 像包青天或什么那些 大概都是在那 北宋开封府 OK 来 卫免者 清禹在七秒选择的答案是A 也是宋朝 你也是因为看剧里面很多这样 我选一个朝代最老的 因为听起来这应该很久了 对 应该是蛮有历史的 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念的呢 正确答案是 C 明朝 明朝 从朱元璋打下来以后 后来打下南京 改名叫应天府 改名应天府以后 应天府那整个皇宫里面 最大的就是他的那个殿堂 改成叫做奉天殿 奉天 就是奉天成韵 然后朱元璋要不断地告诉大家 我是以前的皇帝都一定要有天命嘛 那个念法 其实我们是故意这样分开写的 其实他真正的念法不应该是这样念 他真正的念法应该是奉天成韵皇帝 逗点 赵曰 就是我这个皇帝 是奉天 他跟老天爷一路下来叫我当皇帝的 我是奉天成韵皇帝 赵曰 才是皇帝说了什么什么什么 OK 他的逗点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是刻意用这样子 告诉你说 他一般人会这样念 但他真的念法应该就是奉天成韵皇帝 逗点 赵曰 然后再讲里面到底顺值是什么 480对360 最后一题 总分400分 杏宇 120分的差距 好 120 玉玲 怎么会维持你的领先 自己想清楚 OK 两位加油了 来 最后一题 请 世界类 请问 1960年代 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 日本军舰岛 是因为何种产业而繁荣 请作答 好 衛冕者在9秒的时候选择的答案是A 鱼货 因为日本本来就捕鱼文明 然后人口要密集 应该要吃很多东西吧 只有A是跟食物有关 OK 对 然后挑战者 玉婷你的答案在8秒选择的答案是D 我好像有在类似的漫画看到 它的里面是 漫画 我忘记是哪一部 就是有这个名字 OK 有军舰岛 然后讲的是煤炭 好像是 OK 来 最后这一题 正确的答案是 D 煤炭矿彩 恭喜挑战者 挑战集中 谢谢 谢谢 你好 谢谢 也是啊 因为 大概就是A跟D两个人选 因为在那个年代 应该就是这两个是最重要的两个 尤其日本 其实你讲这种道理 但是他真的就是煤炭矿产 OK 那千宇前面呢有累积到三胜 OK 还就五千块的奖金 好 谢谢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新任的未免者 怡婷 OK 来 怡婷 你的挑战者还剩下 两位 投资高手 投资高手 因为他只顾着赚钱 他好像只对理财 比较有sense的感觉 OK 投资高手是谁呢 请 大家好 我是投资高手 方瑜 读万卷书啊 不如行万里路 我在旅途的过程当中 发现世界的辽阔 来 欢迎方瑜 方瑜 投资高手 要不要告诉大家一些投资 你怎么投资 然后 为什么可以叫投资高手 因为我其实是工作了十年 就是在当模特 大学的时候就当模特 那十年后我买了自己的 人生中的第一个房子 那那个房子呢 然后 等一下 你 你那个房子 是法拍屋吗 不是 我是跟捷运局标到的 而且 为什么是投资高手呢 因为我记得我当天 看那个开标 在那个开标所的时候 得标了嘛 我一走出去那个大门 走出去喔 就有很多阿伯啊 二股哭人要就是朝向我 我想说 不要啦 不要 你们要干嘛 就原来每一个人是要跟我说 一个人多五十万要跟我买 所以我走出那个门 其实就现赚五十万 那你当然肯定没有卖 没有卖 那现在那个房子大概增值 可能有 没有两倍 应该也有三分之一 OK 但是当然也要提醒观众朋友 不管说是法拍银拍屋 或类似这些 要去标房子的话 你要把所有标案的那个 所有的条件要看清楚 要做功课 对 因为有很多的房子 尤其像法拍 有很多他的拍里 或是不点焦的 有些就算点焦 你可能都会碰到一些麻烦 更何况不点焦 点焦与否就是拍完以后 法院会不会由法院呢 就直接把这个房子去点收给你 告诉你说可以移转给你 有的是因为里面还有一些 不管是有租约问题 有什么问题 它上面摆明了 告诉你不点焦的 所以那个房子买了以后 意思说买了以后 后续处理 你自己要有一些本事 我的本事不是指 不是指那种黑的什么 是你要有本事 能够跟人家谈 要想办法 要能够拿到实际房子的权利 你总是拿到房子 万一里面有人住 里面有人就是不让你用 你拿到房子没有用 OK 所以第一个要看 它点不点焦这些 就算点焦 有人买点焦的房子 也会碰到后面 海蟑螂就是霸着那个地方 叫你说你要我搬是不是 可以啊 来谈 那就拿点钱来谈嘛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碰到这些的话 要有经验 然后看要去怎么做 OK 好 那刚才听的人 等一下我们会收各位 有关法律咨询的费的 好不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肯定的第二站 加油了 来 第二站 请 3 2 1 小资女对上家教达人 这局将是谁的天下 佛跳墙的原名为福寿泉 他的由来是什么 请作答 我紧张 很紧张 OK 我对着我 来 这一题 正确答案是 双雄争斗 究竟谁能成为本日赢家 3 2 1 影视类 请问 电影X-Man中 万磁王的头盔 是为了达到何种目的 请作答 好 温农者在9秒的时候 选择的答案是D 阻断心智控制 他要阻断谁 在X-Man第一站的时候 这是演他们以前年轻的时候 他是阻断那个X教授的控制 因为他是有那个念力 对 他是能用心智去控制别人的 对 OK 方云在5秒的时候选择答案是B 强化能力 强化什么能力 就是这一题我其实是 我其实是想说 强化自己自身的能力 应该会比较 就是能够打败敌人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会输给他 因为他刚才上一题 已经很厉害 就是漫画高手 所以我觉得我会输 X战警你有没有看 有 有 但是我真的忘了 我现在是天空白 OK 好 来 这一题正确答案是 来 恭喜观企者 好厉害 好厉害 对啊 他就是要带那个 然后避免被脑部影响 被控制心智 方云 落后180 好 加油 来 下一题 请 运动类 请问 2015年 NBA直篮总冠军战 是由克里夫兰骑士队 对决西区的哪一支球队 请作答 好 魏明哲在9秒选择的答案是 A 荆州勇士 你有看NBA 有 我最近都在follow OK 因为到总冠军赛了 很刺激 方云 运动像不会这么拿手 对啊 尤其没有看篮球 对 我就想说 西区的哪一队 看一下 感觉 洛杉矶快艇是知名度最高 我就选他 洛杉矶快艇 这一波也还好 打到了 例行赛打完打季后赛 但最起码 比胡人最近打得好太多了 OK 好 来 这题正确答案是 A 荆州勇士 来 恭喜外面的 方云 我们除了花功夫去投资以外 我们要投资在分数上一点 对 加油 不会 不会 有信心接下来 来 下一题 请 好 两位都在9秒做选择 方云 你在9秒选择的答案是B三回 是 OK 对 因为它就是吃起来 比较有那种刺激的感觉 我觉得会可以杀死 生鱼片里面生食的细菌 OK 来 未名者 玉婷在9秒选择答案是B 我记得三回王就是 芥末 芥末 芥末就是那种很呛 觉得有杀菌的效果 OK 观众有不同意见的吗 来 三 怎么会选B咧 当然是萝卜丝啊 萝卜丝 萝卜丝 为什么 他们不都讲那个又呛又什么的 对啊 没有 其实像是三回王 它只是搭配那个芥末 是要主要是那个 算是提味用的 可是主要的话很多都是在 就是像芥末 不是 萨西米里面 就是你们都会看到 有萝卜丝这个东西 对 它其实主要的效果是要杀菌 OK 所以三回只是为了要调味 提味 然后那个萝卜丝才是杀菌 对 您的行业是 OK OK 完了 好 来 这一题正确答案是 B 萝卜丝 好 来 恭喜上 好 好 不客气 真的是问到行家了 OK 因为大家在吃撒西米的时候 都会巴不得把那个 有很多人把生鱼片 就在芥末上一直沾 然后你问他为什么 他会讲说杀菌 杀菌 那可以多杀一点 那种感觉 所以他只是为了要提味用 真的是在萝卜丝上面 还确实是如此 OK 好 那这一题很可惜 这么熟悉的题目 但是其实大家平常 有陷阱 平常大家想象都是错的 OK 好 一样 360分 方语还没有分数 加油了 下一题 请 世界类 安倍晴明 是日本平安时代有名的阴阳师 请问 阴阳师的工作包含下列何者 请作答 好 两位都在六秒的时候做了选择 欢迎你选择的答案是D 是 立法济世 是 因为我觉得阴阳师 就可能跟我们的那个巫师 有一点像 对 OK 来 未免者 玉婷你也是选择猪 我看在卡通里面 阴阳师好像是处理那种鬼怪的事情 所以济世有点比较像 对 其他三个看起来好像只有D D是比较像的 其他三个不像 OK 好 来 这题正确答案是 D 立法祭祀官职 来 恭喜 他们的英行师范围很广 当然你说包括咒语 巫术 是要立法 祭祀 天文 所有的都在他们的 音行师的范围里面 OK 480对120 方云这题也拿到分数 但是他也拿到 所以没有用 你还是要追 好 好不好 加油了 下一题 请 历史类 请问 三纲五常的五常 又称五德 不包含下列哪个 请作答 两位都在四秒的时候就选择 是 而且两位都在四秒选择A 真的 我来问名字 玉婷 为什么你选A 智应该是智慧吧 感觉跟德性比较没有关系 OK 所以你选智 方云 我也觉得智跟善良 意气信用 我这样翻了 应该是不一样的 有没有人读过 读三字经 三字经 里面一直往下念 信相敬 远 曰仁义 理智信 此五常 来 这题正确答案是 B 圣 五常 仁义理智信 在三字经里面有 三纲五常 五常仁义理智信 三纲均为成纲 负为止纲 负为七纲 三纲五常 在三字经里面 这几个都包含在里面 所以从小如果三字心 再独熟一点 可是他已经到中段偏厚一点了 OK 所以你如果念完时间 大概也过了 OK 好 这一题可惜 两位没拿到分数 480对120 方云 你要再加油了 好 下一题 请 D 理类 请问 下列哪一个 不是七大板块之一 请作答 好 来 魏明哲在轻表选择答案是 A 南极板块 其实我是A跟D在选 因为B跟C我很确定 是有这两个 然后可是A跟D比较不熟 OK 方云 你选择的是D 对 因为我觉得南极板块 就是我有听过 太平洋 菲律宾也都有 南美洲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一个地区 它不应该是一个板块 OK 好 来 这一题正确答案是 C 菲律宾海板块 因为它有个海字是不是 世界七大板块 菲律宾不在里面 菲律宾板块 那因为世界七大板块 有一个叫欧亚板块 对 但没有单独菲律宾板块 没有单独列出来 其他南美洲板块 北美洲板块都有 OK 最后一题 方云 输三百六 最后一题有四百分 所以你的时间一定要抢 好 菲律宾 你有三百多分的优势 所以你可以冷静地分析一下 OK 方云 你要重时间 好 你要重精准 好 最后一题 请 柏文类 请问 夏恋农历十二个月份的职务代称 何者是错的 请作答 来 问联者在四秒的时候选择答案是A 二月 信月 我对国人其实不是很熟 但是C跟D好像有看过 然后B选项我想说五月是不是那个 端午节附近可能有仓谱 所以B可能也是对的 OK 方云你在四秒的时候选择答案是C 对 为什么会选C 这四个答案里面 其实最不应该选的 就是C 你们有没有觉得是C 好像是 我想起来了 有没有听过八月桂花香 八月桂花香 对 好 来这题 正确答案是 D 十月 家月 尖家苍苍白鹿为双 有位一人在水一方 OK 家月应该是十一月 八月桂花香 五月蒲月 二月信月其实不就一般杏花 大概你看也是在二月左右开 它是这个时间 好 最后一题 两位可惜也没有拿到分数 最后 来 恭喜我们的卫冕者 卫冕成功 恭喜 好 一点拿到第二胜 累计奖金六千块 那接下来就是 最后一位挑战者 OK 最后一位挑战者是 北一杂烩王 本身是北一的 他什么都会 OK 来是谁呢 请 哈囉大家好 我是方婷 想感受现场对决的 紧张刺激感吗 欢迎上今晚 随大家粉丝团 报名参观录影喔 什么都有进去 什么都很投入 能动能进 允文允武 我是北一杂烩王 刘君贤 来 欢迎来演讲 大家好 大家好 中先生 为什么叫杂烩王 因为我是北一毕业的 但其实我是社会组的 所以其实我是学士方面 理科或文科都还不错 北一为什么会是社会组 你在北一是念 我在北一念护理系 我本身是护理人员 OK 对 然后你又是社会组 对 我高中是社会组的 所以像这样的组合 真的是你什么都要会 就是 对啊 就是学士方面 什么都要稍微 就是念一点这样 杂烩王感觉是什么都会 但是都会一点点 对 你要说的词 就是样样通 样样稀松 对不对 两位加油了 入死谁手 这一关能挑战成功 还是能未免成功呢 未免者 玉婷的第三站 请 三 二 一 交通类 请问 台北捷运 目前已开通的路线 不包含支线 总共有几条 请作答 好 好 来 未免者 玉婷在七秒前 这个答案是B 五条 哪五条算得出来吗 文湖县 板南县 新殿县 盧州县 松山县 君姐 你说是六条 那还有哪两条 信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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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淡水信义 淡水信义 然后还有一条是 所以应该是五吧 可能应该是五 我刚才想五或六 我刚才想五或六 对 就是五或六之间 对 好 来 这题正确的答案是 来 恭喜未免者 对啦 这题大概印象就是五六条 但是你要仔细算的话 而且中间有一些路线 前一阵有一些路线调整 对 OK 所以你要算 当然他也告诉你不函支线 所以正确的话应该是五条 OK 来 君姐 小数140 第一题 不熟悉按钮 好 没关系 好不好 好 加油了 来 下一题 请 健康类 健康类 请问 一般来说 小孩未满几周以前出生 算早产 请作答 两位选择的答案都是A28周 君姐你在十秒之后就选择28周 你是护理人员 对啊 OK 所以未满28周以前就算早产 以前念书有念到 有在产科实习过 所以大概有个概念 OK 然后 未满者 玉婷你在九秒之后 选择的答案也是A28周 好像在电视上 新闻有时候会看到 是这个数字的样子 好 这题正确的答案是 C 37周 满20周 但未满37的话 都算早产 对啊 OK 要打屁股 对 有人要打屁股了 老师对不起 好 来 一样 140 对离 加油了 下一题 请 台湾类 请问 以下哪个名词的台语念法 是源自外来语 请作答 挑战者军选按完以后 马上就觉得按错了 因为你在挖 为什么 摩托车 应该是摩托车 摩托车怎么念 摩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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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 对啊 摩托车 英文是摩托车 然后玉婷就是 摩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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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答案是D 你在9秒选的是D 来 正题 正确的答案是 B 摩托车 来 恭喜玉婷 来 下一题 请 动漫类 请问 卫托车 6秒选择答案是D 年龄为5岁 她现在读幼稚圆 其实这一题我真的不会 因为我妈不让我看拉皮小新 为什么你妈不让你看拉皮小新 因为她说那个 对小朋友很不好 就是很不健康 从小就不准你看 对 那到现在 你长大到现在 你妈妈还不准你看 就是我转到 可是我不会想看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 OK 那君姐你有看吗 有 但答案应该是A 他应该读的是那个 春我部幼稚园 还是什么的 春日部 有人看拉皮小新吗 来 前面这位同学 他是向日葵幼稚园 不是动感幼稚园 动感是他的偶像 动感超人 OK 你一看就知道 这些 这些孩子都看 都看拉皮小新 OK 好 来 正题 正确的答案是 A 就读动感幼稚园 好 来 君姐要加油了 好 下一题 请 世界内 请问 美国三大情报机构之一的 美国国土安全局 是在什么事件后成立的 请作答 好 两位都在很短的时间做选择 卫冕者在10秒选择答案是A 911事件 因为他是国土安全局 所以应该是 关系到美国国内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BC第一选项都是 好像是国外的战争吧 OK 所以911比较像 然后挑战者 君姐在9秒之后 选择也是A 就觉得应该是境内的事情 对啊 才会用国土这样子 OK 好 来 这一题 正确答案是 A 911事件 来 恭喜两位 好 但是911事件以后 美国成立的美国国土安全局 520对180 340分 加油了 还剩下最后两题 来 第六题 请 火纹类 请问 下列阴阳五行的 相生相克之关系 何者正确 请作答 好 来 挑战者 君姐在8秒选择答案是B 火克木 可以看到木生火 感觉也蛮有道理的 OK 木生火 来 未免者 五秒选择的答案是D 木克水 木可以飘在水上 因为 神奇宝贝里面草戏 可以打水戏 所以我就相信 所以草戏应该是 属于木头的 对 来 这题正确答案是 C 木生火 是C 木生火 OK 好 这个阴阳就不是很单纯 我们看到字眼像这样子 一些的阴阳相克 OK 来 520对180 最后一题 最后一题 400分 君姐 你要在很快的时间里面 做出正确的选择 才有可能赢 玉婷 未免者 你有分数的优势 加油了 好 来 最后一题 请 A 生活类 请问 佛跳墙的原名为福寿泉 它的由来是什么 请作答 挑战者 好 来 君姐在8秒的时候 选择的答案是 A 感觉是要 皇帝要献给皇上 希望他扶手上去 官员要献给皇上 对 就是一个吉祥的名字 这样子 OK 来 未免者 毕竟你在5秒选择的答案是 B 祭祀石的菜肴 为什么 直觉就是B 好紧张 好紧张 OK 来 这一题 正确答案是 两位 两位 我刚好有没有讲 你们差多少分 我刚好有没有告诉你们 差多少分 没有 对 你们刚刚差了340分 所以我跟你说 你要在最快的时间里面 做选择 你在8秒里面选择正确答案 A 是官员取的名字 8秒是84 320 你最后一题赢 但是输20分 你赢 刚才最后一题 未免者以为输了是不是 我以为我赢了 你以为你赢了 OK 我想因为你们差了340分 所以8秒只能够拿回来320分 最后520对500 恭喜未免者 未免成功 你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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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最后一刻 不知道谁胜谁福 就是这样 所以一定要拼到底 OK 好 那所有的观众朋友 在电视机前面 如果你看所有的题目 你觉得 其实我比他们还厉害的话 那你想报名 也欢迎你可以在脸书粉丝团 可以 你可以在上面报名 如果你看完我们的节目 你还一有味境 还想再看 或是你想在网络上面再看的话 你也可以搜寻 一电视的官网 OK 现场非常谢谢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观众给你的收看 今晚《谁当家之知识王》 我们下次见 拜拜